按下Copilot鍵立即進入AI語言世界 在Acer Sense中多樣選項之下 立刻生成AI美圖 更重要還通過的Intel EVO Edition認證 這就是同機全新的SWIFT GO 14 AI PC 大家好我是小豪哥哥 歡迎收看筆電爆雷實測單元囉 那今天很特別 我們跟大家來分享的就是 什麼是AI PC 那對於電腦規格不太了解的朋友 一定會覺得到底AI PC有多AI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地 用宏肌全新的SWIFT GO 14 AI PC 來跟大家來分享囉 以Intel的定義之下 就是要採用具備NPU架構的 Intel Core Ultra處理器 作業系統要採用Windows 1 因為才有內建Copilot相關的AI功能囉 當然沒有採用Intel Core Ultra處理器的 Windows 1筆電 也是能夠採用Copilot 只是速度沒有這麼快 功能也沒有這麼多元 這次實測的Acer SWIFT GO 14 可以說是延續去年 紅期年底推出的AI PC新作 更重要一點 這一次也是延續了高CP值的表現 可以說是市場目前最好入手的AI PC 跟去年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外觀的部分 重新設定 另外還提供了16吋的產品選項 至於整理產品表現如何 就讓小浩哥哥持續帶大家看下去囉 先看外觀囉 A倍螢幕部分 攝影機採用凸起的設定 更利於開合 全機採用鑽石切編 配上亮眼的銀色設定 整體質感更勝前一代喔 至於連接部 小浩哥哥可以保證 是我們近期實測超輕薄筆電當中 GET最多的產品 因為連MicroSD卡圖卡機都有提供喔 以輕薄筆電來看 真的是相當齊全啊 值得一提的 就是打開YT的影音頻道 或是影片檔 鍵盤下方的觸控板 立刻變成多媒體觸控板 這次實測的規格 處理器採用Intel Core Ultra 7155H 具備Intel Arc內顯 記憶體則來到32GB 為高階娛樂以及商務設定 其他規格就請見表格 進入軟體實測 先以PC Mark X進行測試 領先市場77%的市售電腦 3D Mark 9 Red則來到了48% 高於當前主流內顯整合晶片的效能 Cinebench R23 在多核以及單核的表現 也相當亮眼 至於CPU Profile 在各核心的壓力測試表現 近乎滿血 可看出紅機完全將處理器的效能炸出 M.2 SSD的讀寫速度 為中間表現 以足夠滿足多數用戶的需求 這邊就小結一下 Acer Switch Go 14的表現囉 因為通過Intel EVO Edition認證 距快速喚醒 以及指紋辨識 PED100W快速充電 最高13小時的續航力 這對於走到哪裡 都是我的教室 以及辦公室的用戶 相當受用 由於是AIPC 紅機特別設計了 Copilot快捷鍵 另外呢 Acer Sense智慧應用工具鍵 也是一併導入 不需要進入視窗 則可以進入軟體 相當方便 這次紅機針對AI應用 而推出了Acer Sense智能應用工具 這是紅機Care Center的升級版 界面更為人性化 效能監控更直覺 而且還將各種AI設定一併導入 例如Windows Studio Effect 可以在這邊開啟 直接使用Windows 11的AI視訊功能 進行背景虛化之外 還可以同時配合紅機獨家的Purify Voice 以及Purify View進行設定 以獲得更好的會議視訊體驗 另外Acer Switch Go 14 也導入了AI Zoom 透過AI Acer LiveR 可以快速完成自動去背貼圖 Acer Altered View 則能夠設計出 AI景深動態桌布 當然也會自動學習使用者 常用的軟體 以優化效能 可以說越用越聰明 持續工作應用部分 就以我們工作室常用的影片剪輯 在2K解析度之下 只要不要太複雜 基本上是能瞬減的 照片修圖也沒有太大問題 好來到結語啦 Acer Switch Go 14 可以說是高階商務比例的效能 更重要的 Squid Go全系列 通過Intel EVO Edition認證 另外配合Acer Sense 以及Copilot的整合 只能說Intel CODE Ultra處理器 釋放全新AI體驗 另外OLED面板的色彩調教 相當優異 看片以及修圖相當的精準 這種高階輕薄筆電 才會有的規格 紅機則是下放到Squid Go 甚至採用Intel CODE Ultra 5 125H的Squid Go 14 電商價才大約3萬2左右 所以如果想要不商本 而擁有AI PC的話 紅機Squid Go 14值得推薦囉 好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專 以及我的頻道囉 OK 掰掰 我告訴你 我們下部的閒階 我們下部的閒階 請按個小水 我們下部的广角 我們下部的稍微 更加進行 我們下部的閒階 讓我們下部的閒階 我們下部的閒階 塊 我們下部的閒階